我刚刚同学提到就是说 像这个连线的provider 这个部分是连那个access 那如果说你是要连seql server 或者连其他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在一个网站上可以查得到 他的网址叫triplewden 那个叫什么connection 这边没有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 stris stris就是 字串 也就是意思说 很多资料库连线的字串 的一个网站.com 有这样的网站 connectionstris 里面的话 就会提供给你所有的包含ss 包含比如ss点进来 那刚刚我们用的是这个 就是standard security 这个 有没有 provider这边 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open后面把这一串放到后面就好了 那因为我的路径是指向的是 我们 一样的路径底下 所以我用的list workbook放在中间 那至于你想要改的话 你自己改一下 如果说还有什么 with database 有password 那你就写这样子 OK 然后呢 如果是你是 你是放什么 放网方的话 这边你叫 net network ml 那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哪一台位置 改一下就好 好 参考了 不过 虽然他有给你 但是你不见得 做得出来 好 那这个是ss 部分 如果你是 sql server 的话 其实上面也有了 你可以看一下 sql server 的 位置 在哪里呢 记得应该也是还蛮明显的位置 他有时候都换 connection sql ms 这是myseql myseql sql myseql msseql 的话 这边应该也 Oracle也有了 然后另外 sql server在这里 好 那你就点进去嘛 那你要看你的 版本 比如说你是 用的是 假设是 假设是10亿的版本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连线方法 provider 等于这个版本 那server 哪一台server 会有一个 名称 或者是IP位置 然后呢 database 指的是里面的哪一个 资料库 那一定有个名称 那uid就是你的 user的id 跟password 加上去 就可以了 那sql server理论上 他的driver 已经有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去安装什么驱动程式 ok 那底下还有啦 反正你就自己参考一下 理论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 而且实际上都有测试过 应该是ok 那像myseql也是 只是myseql因为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 他必须要 额外安装驱动程式 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用myseql来取代 也是一个蛮好的策略 也是一个蛮好的策略 因为他是自由软体 比较没有费用上 不过如果公司已经买了 那 你就用 如果说 你私底下要用的话 其实可以 练习看看 用myseql 我觉得 速度 稳定性各方面 都还蛮好的 另外他架设myseql 也非常的快速 并没有太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 甚至 你用SS 倒不如用myseql 为什么 因为用SS的话 你必须用网方来分享 可是网方基本上 设定起来也颇麻烦的 那当然 这部分提供我一个参考 在Connection Street这个网站 里面有各种 还有像Oracle 这边也有 所以你Oracle也可以连线 所以基本上你想得到的 资料库 都可以利用ADO 来连线 就是必须要驱动程式而已 你怎么知道驱动程式 有没有装上去 你就看那个 刚刚讲那个 在控制台里面有一个什么 那个叫 系统管理工具 那个东 系统管理工具里面的 ODBC 驱动程式 它这边有预设的 那没有就没有了 OK 那像我们 我在云端上有放那个 Myseql 所以 你们可以看一下 云端白版里面的 问题 Myseql的驱动程式 它有分成32跟64的 因为 office的版本 我们现在这个不确定是32还是64 我记得好像是64 所以你可能要抓64来安装 装完之后 Myseql的驱动程式就有了 那也就是你可以连 Myseql 应该没问题 所以后面看看 可以的话 不然我后面再来补充有关Myseql的 但是Myseql 是比较担心这个难度真的还蛮 算比较高一些些 但是实用性非常的大 因为只要是你在公司内部 要互相存取的话 要连线的话 还是装一个Myseql 会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而且它没有什么费用上面的问题 OK 好 这个部分的话 后面再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刚刚有一个新增一个按钮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果我今天想新增全部 并且把旧的资料全部删掉 也就是说我把什么 这些资料 全部过去 所以 接下来第1个 我会希望做什么 把这个东西 拖拉一下 按Ctrl鍵 这个是改成什么 改成叫 名称叫 B4 B4 OK 然后它的Caption 叫做新增全部 全部把它新增过去 OK 这好像 字好像太大了 把它拉一下 OK 再来点它两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那个 应该是 B4Click B4 B4Click 没出现 有点 怪怪的 理论上是不用储存 这个没关系 自己打上去应该可以 那 这个部分 第1个先新增 这个怪怪的 不知道什么状况 好第2个的话呢 我们再把什么 刚刚 因为 也有时间关系 如果我们全部新增的话 那需要怎么样 就是 刚刚是 这是侦测最下面一笔 现在不用 现在反正就是 4i 等于多少 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好 有没有 从第3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帮我做什么呢 先抓这些 先抓第1笔 insert 抓第2笔insert 第3笔 所以跑一个回圈就好了 那程式撰写 就是这里 再到这里 好了 那他一样是call那个什么 利用ADO新增资料 所以 不需要 那一段已经复制过 所以不需要 然后我们直接 我把它贴到下面 这个地方 理论上应该会自动出现才对 我再试一下 这个如果现在点两下 还是说这个名称 换个名称好了 B5 怪怪的 算了 反正 可能 先这样好了 应该可以执行 就没 没问题 那我们试一下 我可以执行 那就直接执 那油标放这边好了 然后我们执行 全部新增 特别注意 我全部新增 它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最后呢 会把旧的资料给删掉 那旧的资料怎么删掉呢 因为它的范围是在 B3 到F的最下 B3到F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范围 我只要执行什么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我多一个叫 B3到F的最下面一列 帮我把Clear Contents 意思就是新增过去之后 把 旧的资料 删掉 OK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 执行看看 全部新增 很奇怪 它对应不到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再拖拉一个 这个就连到了 怪怪的 我靠 这个这个 没关系 反正 就是 刚才我只有把它拉宽 而已 拉宽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算是它一个小bug 比较少看遇到这种状况 新增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试试看 还是有连到 算了 不管它 执行 新增全部 那我有射中断点 所以抓到 到第8列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先把 什么呢 I是3 所以把第3列 先放A B C D 再扣 所以呢 它会 先把第3列 再第4列 第5 一直到第8列 分别的新增 新增 新增 一直新增 过去 不过这个地方 其实像这样的新增 效率 会比较差一点点 其实在 Inset into 里面有一次性 全部新增的方法 效率会比较好一些些 但是 你说效率会好 但是好多少 感觉好像也好不了 好一点点 所以 我们现在以方便 为原则 那么把这个全部执行过 资金完之后呢 再把旧资料给删掉 OK 全部新增的 那这一行的话 是把旧资料删掉 OK 清掉 清光了 这个时候的话 表示 全部的资料 通通已经 到资料库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 全部重新整理 有没有发现 都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又希望把它搬回去的话 该怎么办 所以这部分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我们有没有讲到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全部再搬回去 应该是有了 等下再来看 OK好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查回来 这才是关键 查回来其实很简单 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 这边已经写好了 查询的话 基本上就是 再多一个按钮 叫做全部查询 按下去的话呢 其实 就直接全部查回来 我这边是个中断点 全部查回来 这个东西就是刚好 刚刚那个 资料库里面全部的东西 那我只下一个语法 叫slate 所有 FROM 问题 就完成了 改哪里 其实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 一 新增一个B5 名称叫 查询全部 点他两下 二的话呢 这个程式 本来没有 我是拿什么 利用ADO新增资料库 这些 整个call过来 因为他一样要建一个convention 因为你要连资料库 一样要连到那个资料库 只是什么地方不一样 SECLE语法不一样 这个SECLE语法 不是insert into 是什么呢 是slate 所有FROM 问题 如果你不会的话 好像前面我们也有 slate的所有FROM 只是我后面有多一个 会有吗 你不用会有吗 你就是 直接把这个 copy 或者自己打 其实没几个字 slate的所有FROM 问题 应该 最基本的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做关键字查询的话 也可以 怎么样 针对某一个栏位 下筛选条件 就很好用了 然后呢 最后在execute 我讲过 execute它会回来结果 可是你必须怎么样 它会帮你放在 MyRS里面 那这个 MyRS呢 它有点像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物件 它暂时 它暂时把这个查到的结果放在那个 算是一个记忆体的表格吧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到 这边来呢 其实相当的简单 我觉得VPA 在存取资料库 真的是 非常的容易 你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语法 我要放哪里 放在从range多少呢 range B3好了 我从B3开始放 请你帮我把那个表格放下来 按点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copy from什么 Recorset 其实那个买RS RS就是Recorset的缩写 所谓的Recorset 指的就是 在记忆体当中的 资料表 因为你 把它查回来了 它帮你放在记忆体 记忆体里面东西怎么样 再把它放在这里 很简单 copy from Recorset 就好了 然后呢 他会问你说 那那个 RS的物件在哪里 也不要有个set 就是 my RS 不会习惯这样 把这个R改大型 好像一次 my RS 这样的话呢 有没有 他查回来之后 放在这里 那我再把 查回来东西 用copy fromRecorset 自动怎么样 帮我丢过来 写完了 不简单吧 而且不用背 以后你只要记得这个 这个指令就好了 这个方法 而且其实不用背 点下去就有了 OK 实行看看好了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按执行 全部 全部 我写错位置了 我写到哪里去了 我写到上面去了 OK 这里难怪没有 他一直在记忆体 他是有啦 只是没有把它扣下而已 好 全部新增 下 OK 所以从资料库 抓回来 其实很容易吧 没做什么事啊 那以后的话 无论说你是 SS也好 你 SQL Server MySQL 反正都一样 抠过去又可以抓回来 对不对 那所以 未来可以全部 大家 通通都丢到那个 资料库 那 再来就 个别把它 就是全部的资料 还可以全部 查回来 那当然 未来如果说你要放在网络上 让别人共用的话 其实后面我有写一个叫 把那个 资料库放在网方上 但是网方的设定 还有点 麻烦 习惯上是 这个 右下角有一个这个 开启这个设定共用 那还需要做什么 这个有一个是 变更共用设定 这边我有用黄色 记得把它拉到这个最下面 他这边有一个是关闭密码保护 你还必须要密码 把它关掉 然后再 把你的 资料库 做按右键共用 共用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 你的 电脑名称 加上 共用的资料夹 再抓到那个资料 资料库 你才能够连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我想这边都有图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保 然后 再来按右键 共用 记得 Everyone 都能够读取 如果说呢 你要能够 Insert into 的话 Insert into 是写入 所以呢 你的权限 记得也要给 写入的权限 很多 预测是只有读取 没有写入 所以你要写入 这样子的话呢 其他人才可以把它写进来 那也许你再增加一个新增到网方 然后呢 再去做修改 我想这个 大家有一些程式 给各位参考 这边 这个是我的路径 我这一台路径 然后我是有个资料夹 叫做资料库 然后问题 一 就放在这个位置 请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时间 回去可能找个 多台连线的环境 再试着看 那也许 另外 当然 MySQL 也是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个 MySQL 基本上 好处就是说呢 它 没有费用的问题 第二个它稳定性也没什么问题 而且建置 没有太复杂 那当然 因为时间关系 我大概先讲到这 如果 下个礼拜看看 也许可以的话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有关 一样 VBA 可不可以把资料 写到 MySQL里面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各位也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部分 把画面呢 再 还给各位 刚刚再把重点 跟各位讲一下 1 查询全部 2 这个是 B5 其实 这个上面的程式是 利用 ADO新增资料库 这边全部的程式 拉过来 我只有补一行 这一行 OK 画面再 还给各位一下 关键就是在哪里 Core到 Range B3 B3 Range B3 Dain copy from Recorset 这个东西 Core到这里来 他就会帮我 丢到这边 并且全部的资料 统统 秀出来 OK OK 来 那栏位名称 如果也要从 资料库抓来 那这个地方 就是必须要 还有一个叙述 就是要 Fill的name 还要再做一下 这个地方是没有 他抓回来之后 是没有栏位名称的 如果你要栏位名称的话 还要在上面加一点东西 先输出他上面栏位名称 然后再把东西 再抓过来 其实 这个有其他地方有 相关 这个 这个后面也许我们在 遇到的话 我们再来 讨论好了 OK 画面先还你给我一下